专研焦纸淘三十多年的大师吴荣 他在前往法国巡回展出作品前 他受邀到高雄一处建筑案来展览 那么也让住户就像是住在美术馆里头 回到家就可以欣赏大师的作品 专研焦纸淘三十多年的吴荣扩奖无数 在日本巡回经验四方 他的作品常常能够让人一眼就认出来 除了雕塑技巧精湛 右色搭配更是巧妙 也让过去都是在庙宇上发扬的焦纸淘 成为收藏家竞相争赌的国宝艺术 焦纸淘它的右色来自于宝石右系统 所以它全部都是翡翠黄金色系 所矿物质所体炼的右色 跟外面四方一般所用的化学色料 是不太一样的 从十多岁就开始接触焦纸淘的吴荣 作品细致温婉 人物系列尤其精彩 呈现不同风韵 并突破焦纸淘的界线 塑造出立体动感的创意造型 时代的变迁 让焦纸淘已经走入新的时代性 从庙宇走到生活空间里面来 焦纸淘它属于是我们台湾 现有的国宝集图传统艺术 我在这部分是慢慢的要让下一代来传承 焦纸淘源自于唐三彩 是中国南方和台湾传统中式建筑的装饰 属于低温彩又软淘 早期常见于寺庙和建筑上 这次在元夫法国展览前 硬邀在建筑暗场的艺术回廊展览 吸引不少收藏家争渡 这座在高雄的暗场 还拥有全台唯一最长50米 宽7.5米的泛古艺术星空泳池 壮阔尺度和艺术性 也让参观民众叹为观止 借着结合艺术 让建筑更多了讨论话题 而住户更是犹如住进了美术馆 回到家还能欣赏焦纸淘大师的作品 民事新闻旅连显高雄市报道